好的 主播特搜人員帶著民眾要用直升機 將他們送下山 大多都是有就義需求的年長者 花蓮強振過後 太魯閣天祥地區一度交通中斷 搜救人員5號搭乘空勤直升機 挺進到天祥地區 更徒步背著沉重的裝備 進入到西寶國小 沿途的道路狀況惡劣 除了地面上有大量土石 一旁就是陡峭的山壁 也得意小跑步快速通過 而到了西寶國小之後 可以看到一箱箱的礦泉水 還有泡麵乾糧發放給民眾 確保當地物資充足 並一一地盤點國小內滯留的民眾 要確認全部人都是安全無虞 如果有緊急救醫需求 也會以直升機接送 剩下的民眾則是安置 在國小內等待道路搶通 而根據今天下午兩點鐘的 統計數字西寶國小上有 四十四名學生 十五名老師等待撤離 另外四名遊客已經撤下山 二十位居民也已經安全返家 以上的資訊 時間將會給朋友 哈囉 我是來亞 想要搶而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